今天您敬等要登草全代會,陳時中有預錄影片 他說心中有市民就是一個好的父母館,您覺得他是一個好的父母館? 心中有市民這是基本條件 後面還有能力,能力太差,體力太差 最後就變成心有餘而力不足,那也沒有用 那現在怎麼看就是陳時中,他的團隊裡面角有高嘉宇、林長佐跟范宇 但現在大家都說,像高嘉宇的話大家都會質疑就是說他跟你很好 然後網友就說高嘉宇以後會是內閨 那像是林長佐跟范宇的話,就去年有萬華跟三家許醫的爭議 你怎麼看他的表現? 沒有啦,這個選舉團隊還是組合,其實我們非常清楚 其實選舉團隊有時候是擺給人家看 有時候把他叫進來讓他不能講話,所以有各種策略 所以我倒覺得這樣,這才是個開始 在看一個月真的選舉,選戰開打以後才知道說 那個給人家看的這種陣容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那你覺得誰是被叫進去不給他講話的? 哈哈哈哈 下一題 那你怎麼看就是說,因為人家現在就是在批評就是說范宇跟林長佐 你覺得這個會是那個陳時中他團隊的一個讓人家攻擊的破口? 因為現在大家都攻擊這兩個? 沒有我跟你講齁,其實真的有打過選戰就知道,整個選戰過程當中是動態的,隨時會有新的破口 我倒覺得這樣齁,選舉不要用這種攻擊式的,還是一個要不要冷靜的去思考到底誰來當台北市長,對台北的發展比較好 所以我們永遠都在討論誰選得上,從來都不去討論誰做會比較好 這還是整個民主政治要去努力的地方 好看 好看